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有多么的喜欢你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他有多么的喜欢你 好 那这笔画牌面上 总共有三个选项 由左至右 选择最有感觉的一张牌 然后想着我们今天的题目 选好了吗 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 大众占卜咯 大家看到选择 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他有多喜欢你 那我们看就在这边上方的验证牌 上方的验证牌是你们 目前的这个感情的状况 那这边我们从 上方的验证牌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你们目前的感情状况的话 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算是蛮不错的 但是只是你们现在目前的相处 你们一个感情上的状况的话 其实你们现在比较多是那种 让彼此如何在生活之中 可以变得更开心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其实在你们目前的感情 算是 以这样看来算是还不错 因为你们会想着说 要对彼此之间的感情负责任 或说会想着 要如何去讨对方开心 或说要如何的去 让对方对自己有更多的在乎 或是说如何让对方 很喜欢自己 或说如何让对方的生活之中 有什么样的压力都可以因为有自己的关系 然后就 可以变得 心情上面会可以变得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以现在状况来看的话 你们都会想着很多的方法 甚至你们两人之间 可能对于一个未来的规划 或说可能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化 你们彼此之间是有个共同的目标所在 虽然可能在你们目前的感情之中 偶尔还是会有出现一些的诱惑 或说可能是有出现一些让人比较难去接受的一些的现实的情况 或说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克服的 但是你们两人之间的话 也是会一直想着说 要如何让彼此之间的生活 或说让彼此之间感情可以变得更顺利 或说可以变得更顺遂 所以其实你们两人之间在面对说所谓的诱惑 或是说可能在面对生活中一些的压力的话 其实你们都是抱持着一种 可以就是抱持着说或许就是传到桥头自然之的一个心态 或说终究会有解决的一个态度去面对 就是你们并不会去畏惧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的状况 然后你们两人之间的话 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各自各在去努力这段关系 或者是说你们现在都是非常的在为你们之间的一个未来去做努力 所以表示说你们这组排组的朋友 有一部分的人 你们或许是一些在商业上面有关系 或说你们可能现在很努力的在存钱 或说可能就是在工作职位或是岗位上面算是需要有一份成就 就是你们现在可能比如说年终比较多 或说你们做工作的奖金是比较多 或是说你们可能在职位上面是算是一个主管级的 之类的这种情况 因为其实这样看起来的话 你们其实在目前的一个工作上 其实也没有到说很喜欢 但是你们会愿意说可以让彼此之间的生活 如果可以变得更好的话 其实不妨就可以在这个工作上努力 好以上验证牌如果说符合到你目前的状况 你们感情状况的话就表示这一组排组讯息是要给你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可以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排组 好 没看到就说那对方他有多喜欢你呢 那这边的话我们其实从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其实对方他对说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 其实他是比较没有信心 甚至他可能也比较害怕说自己其实在对待你 或是说可能在对待说你们这段关系 或许有一些他会觉得说是不是他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好 或说他自己在哪些部分的话他可以再做得更好 也就是说其实你心中所想这个人他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 他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或说他是有很多一些比较没有信心的一个这个部分 但是呢这个人他其实对待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他然而是抱持着一种想要去改变或是想要去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状况 所以那到底这个人他有多喜欢你 他喜欢到就是他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可以有所改变 或说他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不要再只是一直玩了 或说不要再只是没有给彼此之间承诺 他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话之后是可以给彼此之间一个相当明确的承诺 或说会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在未来可以有个不一样的一个方向 但是因为在于他其实对待你的喜欢的话 他有很多的不确定 然后有很多的没有自信 这些不确定是来自于说他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 所以其实他在对你们这段关系 或说对你的感情的话 其实他一直都不断的去思考 一直不断的去想要去做一些改变 或是想要去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调整 或说想要去做一些跟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你 那他其实已经想了很久 然后他其实也观察了你非常的久 所以其实也算说恭喜玄奥这组牌组朋友 也算是那种苦尽甘来 痞疾太来的一个状况 然后这个人的话 其实在对待说你们之间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 或说在对待你们之间一个感情的未来的走向的话 其实他也他算想要前进 或说他可能希望说 可以给你一些比较情感上面的一些的喜欢 或说可以让你感受到说 其实他是在乎 他是在乎你的 他想让你感受到 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没有信心 然后其实他对说我们之间的未来的话 他自己本身有很多的没有把握 所以就算他可能想要给你一些的未来 或说想要给你一些 在未来一个要往什么样的方向走 或者是说他在想说 在你们未来之间他要如何去对你负责 或说我们之间的未来一个共同目标 要如何去达成 其实他都有去想 但是因为他就是觉得说自己可能在一些的生活 或说可能在对于自己的经济 或说可能自己的能力 这边看起来的话比较多是能力 就是他自己他对于自己的能力的话 他觉得是自己还没有达到可以匹配你的程度 或说他可能在对自己的能力 他是有很多的不满足 或说可能对自己的能力是相当的质疑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这个人的话 他在对待你们这段关系 或说可能在对待你的喜欢 对待你的感情 其实他是用一个比较认真 或说一个比较严谨 或说一个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 可以玩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只是因为他 他就是有时候想完之后又没有去办法做 然后他就是也不敢说要给你一个承诺 然后也不敢去让他自己去可以想办法实现 因为他也害怕说 自己如果说就算答应自己了 那后面如果没有达到的话 他其实也会觉得 他会很讨厌他自己 然后他会觉得说自己也是蛮对不起你 就是辜负他一片 辜负了你对他一片的期待 他会害怕说就是让你对他觉得很失望 好这边就是对方 他其实以刚看起来的话 其实对方蛮喜欢你 只是因为他有很多的没有自信 那么接下来看到就是说 对方的他下一步是什么 那这边我们很明显就抽到恋人牌 还有就是 钱币三 还有就是权杖六 所以其实很明显对方的下部就是他想要去追求你 他希望说可以跟你 发展一个相当稳定的一段关系 或者是说 他希望说可以跟你发展成一个 相当稳定的一段的爱情的故事 所以比方说其实对方他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你 他希望说可以跟你交往在一起 然后希望说可以跟你 永远的在一起 他希望可以一直待在你身边 那同时呢 以牌面上看起来说 其实这个人他也希望说可以把他心中的一个真正想法 或者说他可能心中真正的想要对你说的话的话 他希望说可以 也可以对你说出来 他希望 他希望你们两个之间是没有秘密的 也就是他希望说你们之间的爱是那种 呃 与水交融的那种 很甜蜜的爱 因为他其实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 是可以一直都待在彼此的身边 他说他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 其实可以在未来可以往一个更好的方向 或者说可以如何让彼此间都在 而是可以待在彼此身边 然后让你们这段关系可以变得更好 其实这个人的话 他在接下来的时候 他可能会想进各种方法 想把你绑在他身边 他可能会用一些比较冠冕荒唐的理由 或者说可能是会让你比较听不出来的一些的 讯息 或者说可能让你比较会去质疑 或者说比较迟疑的一些的借口 其实就表示说他其实在暗示你 然后他其实应该说他比较没有勇气 或者说他比较不知道说该怎么去跟你表达说 他喜欢你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个人在对待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他因为他有很多的没自信 所以他才想说用一些旁敲侧击 或者说用其他一些的方法来去试探你的反应 或者说来看看你的一个决定是如何 然后其实他希望说在接下来的你们之间的生活 或者说在你们接下来的一个发展的话 他其实除了就想掌握这一段关系的一个控制之 一个他想掌控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 或者说想掌控这段关系外的走向之外呢 他同时也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可以就是 像如同现在你们是从朋友慢慢的做起 然后慢慢的去了解彼此 然后最后的时候再享受这个 播种 然后擦秧 然后之后终于可以收割的这种的感觉 他希望说在一份感情的话是慢慢来 然后他希望说这段感情的话是可以玩个相当长久 或者说是往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他并不希望说这一段感情的话 只是一个过客 或者说他并不希望说这事情 因为他就希望说你可以永远待在他身边 所以他希望说可以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或者说用一些 可以就是再去多了解彼此 然后去多了解对对方之间 彼此之间的一个地雷啦 或者说可能彼此之间 还有哪些部分在个性上面 或者说在一个做事处风上面 需要再去修正的 所以其实他在重拾 在改变他自己之外 他其实也在想尽各种方法想去教导你 这样至少他就可能就不会太累了 所以其实因为他对方他太爱你了 他太喜欢你 他想跟你在一起 所以因此他在对待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他才会变得用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然后因为他也希望说你可以按照他的模式步骤走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喜欢对方 然后你也发现说 其实对方在对待事情 或者说可能在对待 一些感情的一个处理方式的话 如果说你觉得是很OK 或说你可能也是认同的话 那不妨你可以就是 依照这个人的方式 或是说参考他的一个模式 就是顺从他 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增加 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 好 以上就选到这一组拍准讯息 希望对面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面有帮助 或说让你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羊羊按赞 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如果说有需要 预约跟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桌上方 都有羊羊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 选到这一组拍组的朋友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他有多喜欢你呢 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边 上方的验证牌 上方的验证牌 是你们目前的一个感情的状况 那这边的话 其实从上方的验证牌 可以看得到说 呃 你们目前的感情状况 其实也没有到 就是说算是一个 比较平稳的一个阶段 或说算是一个 呃 比较平淡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其实选到这一组拍组的朋友 你们在 你们现在目前的感情状况 其实就像是 一如往常 像平常一样 就是那种相当平淡 然后可能就是没有 什么样的一个 特别的发展 或者说可能也没有特别 什么样的一个 呃 突出或是突破的一个点 那你们现在目前这段关系 其实最大的一个特 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你们彼此之间都很信任彼此 然后其实这段感情也算是一个 像白莲花一样那种 很纯粹的一种的爱 就像是那种两小无猜的一个状况 但是就是因为像这种太过于两小无猜 然后太过于就是可能比较不明确 所以其实你们彼此之间都还在去猜说 对方的心思到底想什么 或者说 呃 对方对自己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就说你们虽然在这段 这段关系 或者说这段感情的话 你们虽然有付出相当多的一些的爱 或者说可能有去投资 或者是 应该说投入 投入这份的爱 但是是因为对方可能给予你的一些讯息 或者说可能给予你的一些的回馈 让你觉得说相当的模糊 然后或者是说 呃 好像是要动不动 要进 就是要前进 还是要后退都看不出来 甚至也感觉不到 所以其实看出来说 你们在这段关系之中 你们还是有很多的不确认 确定性 或者说可能是有很多 比较不知道说 应该要往 呃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或说他 究竟是有多喜欢你 或说可能他到底是不是想跟你在一起 你就会开始 一直不断的脑中 或者不断去浮现这些的问题 然后就让你自己其实也变得说 相当的不安 然后也会对于说生活的状况的话 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的担忧的一个情况 因为会觉得说自己 不知道说 到底这段关系 会往一样发展 所以说自己就可能就 忠老一 孤老一生的一些的害怕 那其实你们目前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也不会到太差 就是属于在那种比较 停滞的一个阶段 好 如果说以上验证牌是要符合到 你们目前的感情的状况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牌组讯息是要给你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咯 好 接下来看到就是 那对方他到底有多喜欢你呢 那这句话 其实我们从牌面上看出来说 与其说对方他喜欢你 倒不如说 呃 对方他把你视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 像是家人般的一个朋友 其实应该说 对方他其实在过往 或是在过去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是有喜欢过你 或是说他可能就是真的有对你有好感 那这可能就是因为在可能 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的考量 或是说可能现实中的一些的因素 然后或是说现实中的一些的 呃 困难障碍 所以导致于说 让他可能在他的内心之中 是有一份的爱是没办法跨过去 呃 那个勇气 他有那份勇气 没办法跨过去 所以其实选到 这组牌组的朋友 或许你们蛮多 都是属于那种 同志跟异性恋之间的那种爱 的那种的友情 的居多 所以就会变成说 对方可能会 去混乱说 究竟自己 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还是真的把你当成一个 相当重要的一个好麻吉 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相当的 疑惑这一点 那其实这边 除了就是所谓的 同性跟异性之间的爱话 那同时有可能是 你们是属于那种 比较不能被公开的恋情 比如说像是婚外情 或者是说 呃 像是 呃可能地位悬殊很大 或者说可能有一些的问题 的关键点 导致于说那两个之间的 关系是 没办法在一起的人 也会有可能会选到这一组 那不顾论你们是属于哪一个的部分 或者说无论你们是属于哪个状况 你们就是唯一的重点 就是说你们就是因为可能在线上 或这种有真的碰到一些的问题 或说有碰到一些的障碍 或许这样一刚开始的时候 都会想说要去跨越 然后想着说要如何去面对 但后面的话就是变成 自己反而也迷失在了那一道 就是上天所 赤 就是上天所考验中的迷宫里面 然后就开始变得说 他开始就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喜 没有自己想上中那么喜欢你 或说可能他自己会觉得 呃自己是配不上你的 的一个状况 所以导致说他在对待你们这种关系 或是对你的一个感情的话 他就是从原本的喜欢 或说从原本在意 或从原本的好感 渐渐的转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朋友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对方他在对待你的话 其实他都会非常的信任你 然后他也会愿意花时间 或是说会愿意在你身上 会花很多的金钱 所以其实这个人 他也会同时希望说你可以永远 或是说你可以长久的待在他身边 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 呃是那种对于感情部分 是有相当的要求 或是说可能对于感情的部分 你是那种只能当 就是如果说喜欢上对方 或说有这样在一起的话 你是不是只 就是如果说你是那种 只能当恋人 不能当朋友的类型的人的话 就表示说你们这段关系 后面就是有可能会 遭受到蛮多的一个问题 或是说可能会遭受到蛮多的一些的 呃考验 因为其实对方的话 对待你的感觉 或是说可能在跟你的相处之间的 一个状况的话 他就是呈现出 他就是比较多是 在他自己内心之中 呃去好好的面对你们这段关系 或是说如何去可以长久的 呃如何的相处 或是说如何的去表态 才让你们这段关系 可以往比较长久的方向去发展 因为其实他对你的话 其实相当信任 把你当成就是有如家人般的那种的好 但是又还没到那里 因为其实他还是有一点的保留 或说还是会有一些的不安 但至少我也可能全体是说 这个人他会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 会愿意对你身上花钱 的一个讯息 那同时呢在你们之间的关系 或是说在你们之间的相处状况的话 那确实他的感觉的话 他就是会有一些 比较两难的部分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人他同时 在跟对你的感觉的话 他其实想逃避你的同时 他也想再靠近你 究竟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内心中的心魔 他没有跨越过去 或者是说他跨过去之后 他觉得只是好朋友 但是他碰到你的时候 他可能又还是会觉得 有一点 或者是有一点说 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 所以有时候他可能 就会在态度上面的话 会有一些冷淡 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摆烂 的一个状况 其实也并不是说他讨厌你 而是说他会不自觉的 想要去避开你 然后 是他自己的 在部分来说 是他自己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他有时候会觉得说 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去掌握好 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 他怕他自己会有多么的讨厌 好 那这句话就是 那他的下一步是什么 那其实接下来 他的下一步的话 就是说 他并不会想要刻意 或说想要 特意的去营造 或说想要刻意的跟你相处在一起 他比较多是那种 处于在一个相当 顺其自然一个阶段 因为其实他在跟你之间相处 或说对你的感情的话 因为他自己还是想 把你当成好朋友 或说想把你当成一个 相当重要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他会因为太过于 害怕失去你 或说他会不自觉的在你面前 会表现出一种 可能比较不自然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可能都会尽可能的 不要主动去找你 或说可能尽可能跟你 保持一些适当的一个完美的距离 就是他才会让他自己 不会因为总是对你日有所梦 夜有所梦 然后夜有所思的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他太过于害怕说 会对你产生更多的情感 或说害怕说自己是不是 会再更加的特别喜欢你 所以其他在之后的下一步 他可能会暂时先跟你保持一些的连 保持一些距离 但是同时又会想说要 想不自觉的要靠近你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在这边 接下来他的下一步同时也还有 他希望说这段关系就是继续的 呃维持下去 然后就是继续的去努力 继续的努力去经营 就说其实这个人在对待说 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他的下一步比较多是在于说 如何去把你给绑住 或说如何把你绑在他身边 然后不会就这样子离开了 或说你并不会因为可能 呃没办法接受他的理 他的想法 或说他会害怕说 你是不是就会后面 可能也是忙着的事情 所以就想离开 所以他就会一直想说 如何要跟你保持联系 或说要如何让你们这段关系 可以就是维持在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是在继续更加深入的 比较了解彼此 所以如果说你们现在 本来就是有在暧昧 或说你们可能本来就是 爱 呃高度暧昧的话 可能就是对你们会没有 蛮有帮助 那如果说你们现在 只是处在那种 比较好朋友 或是说好朋友 在好一点点的一个阶段的话 你们就可能会比较吃亏 或是你们可能就会比较辛苦 甚至呢你们可能就 这样的关系的话 后面也是有可能 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 就是如果说 你是属于那一种 呃现在只是好朋友的阶段 所以还是主要说 选到这组牌组朋友 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 你们现在所处的一个阶段 是什么样子 才能知道说 他下一步究竟是什么 那这边的话 其实在他也会希望说 这段关系是 就是顺其自然的去发展 他也不太希望说 是要刻意 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 或说是不是要刻意的 去把对方给绑住 那其实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其实他在前面 呃不希望说 可能被人家管啊 或是说 呃他并不 就是他 不自觉想逃避你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他自己 就是跟他的想法上 本来就是有冲突的 他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 可以顺其自然的发展 但他同时会很害怕说 见到你又想要去逃跑 这是一个相当矛盾的一个想法 所以其实他自己的话 也还在去争夺 是说还在去拿捏 还在去多了解说 自己到底是 呃 对待你的一个 就是要如何去跟你相处 就是他下一步的话 就是这样子 就是满 一个明确的讯息 就是说 只是暂时先当好朋友 就是他一个相当明确的讯息 然后再去多了解 你要再看看这段关系 是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所以其实选到这一组 排组朋友 你们可以去做洋洋其他题目 就像是什么 呃是命中注定会在一起啦 或者说 两支介绍如何 呃有什么样的缘分之类的 的 嗯 影片都是蛮适合你们的 好 以上就选到这一组排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你有帮助 或是说 让你有所公民的话 请接着帮羊羊按赞 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如果说有需要 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的桌上方 都有羊羊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 选到这一组排组的朋友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那他有多喜欢你呢 那我们来看到 就是在这边 上方的验证牌 上方的验证牌 就是你们目前的一个感情的一个状况 你们目前的感情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从上方的一键子牌 可以看出来说 呃 你们目前的一个 这段感情的话 其实有点像说 你们真的是拖了还蛮久了 因为像其他牌组的话 可能就不会 就是说这三组排里面的话 你们的感情是拖最久的一组 所以如果说你们是可能 刚认识的人的话 可能就 呃 另外一个判别的方式就是说 对方已经很明白跟你讲 他现在就是有个忘不掉的人 或说可能他现在就是有一段 可能忘不掉的感情 或说可能他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谈感情 你那种比较明白讲 有实际上他没办法谈感情的原因的话 就是很适合 就是也是属于在这组排组的部分 那如果就是另外一个讯息就是说 呃 你们是真的认识了非常的久 然后可能也告白过了 或说可能真的是也做了各种的一个明示跟暗示 就是你能做的能够去勾 就是勾引他吗 或说能够去让他去明白的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你都做了 那对方还是没有给你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或说可能对方对于你的话 他也是呃 没有给你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个 呃不是说正确 应该说没有给你一个答案 或说可能一直不断 一直不断的拒绝你 但是你又一直不断的付出 你还是一样就是很坚持的去付出 然后对方又还是一种保 就是一直都没有给你答案 然后就是那种呃 是你只要对我好 那我只是就接收 或者是说那种 就是无视你的好 但是还是会继续跟你保持那种 良好的互动的人 就是会也会就是选到这一组 所以其实无论说你们是哪一种情况的话 这就是你们目前那个感情的一个状况 就是呃 那个的那些的情境 好 那如果说这边符合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牌组讯息是要给你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要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 那我们再来看到就说那对方的话 他到底就是他有多喜欢你 那其实从这边牌面上看起来的话 与其说对方他有没有喜欢你的 而是说呃 对方他的心思可能真的没有放在你的身上 就是他现在目前的状况 应该说他现在生活周遭 反正就是已经有发生了很多 让他觉得说比较没有办法去面对 或说可能他心中是真的有一些很大的压力的一个事情 他必须要去执行 或说可能必须要去做 所以其他现在的一个呃 人中的人生中的目标 或说可能他现在对于所谓的爱情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他是看的还蛮淡的 或说他可能在面对你的这种感情的部分的话 其实他暂时还没有想到说是你们之间是不是真的要交往 或是你们俩之间是不是真的要在一起 所以其实选到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你们最大的一个讯息就是说 你们是在错误的时间点遇到对的人 所以就导致于说 嗯 你们这段关系 他才会想把你摆在他身边 或说就是不想去失去你 因为他其实现在的一个专注力 比较多是着重在于他自己本身个人的现在的一个状况 或说比较着重在于说他现在目前的一个生活的情况 因为其实现在生活情况的话 已经就是让他觉得说已经压力非常大 或说可能就是已经有点喘不过气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他才会没有那种心思 或说他比较没有把爱情看得很重 因为同时其实他自己还会 也会害怕受伤 他也会害怕说会谈了一份失败的感情 或说可能会不会就是有一段 会让彼此之间都很难过的一段的关系 但因为他其实也是那种可能有了伤痛 然后走不出来的一个人 然后同时 其实看起来说这个有可能 是你们有可能会是那种比较像是地下的恋情 或者说可能是 瞒着身边的人在偷偷谈 偷偷谈恋爱 或者说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公开的那种的关系 或者说是性 没办法公开的性向 或者是说那种婚外情的人 或者是第三者啊 劈腿 就有可能也会选到这一组 那当然也不一定说是有那种的情况 而是说 是那种比较没有办法去立马 就是解决 或说没有办法去面对 就是有可能是家里的状况 或者说经济条件 包括说能力不好 所以或就是各种的状况 所以导致于说没有办法去 喜欢上你这种的事情 那其实在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他对你的喜欢 就是他也不太敢去想说 你们接下来的发展 或者说你们之间的未来的一个走向 因为他会知道说 他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承诺 因为他其实有一些他自己要去忙事情 或者说他现在手边 可能有那种当务自己要去做的 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 或者说他可能也不敢说直接跟你讲 或者说就是他可能跟你讲了 他也其实会把一些真正的想法 或者是说那种真正的秘密 或者是说实际上的情况 他也会偷偷的隐藏在心中 他就是也不会完全跟你讲 也就是说他在对你讲的话 其实他都是那种余待保留 或说他是想着说 先以他自己为主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这变化可能在你们之间相处的时候 你们之间的一个相处模式 也会渐渐影响到他说 是不是要跟你讲多少的事情 就是他会有所的保留 然后他其实一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他现在一个生活状况的一个问题 或说难题 其实是一个长久下来 都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所以因此他在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 或者说你们之间的一个发展的话 他才会没有办法把心思放在你身上 因为他会觉得说以现在的事情 或说以现在的状况 他必须要去处理的比较多 或是他必须要以那个为重 所以就算他再多么的想你 或说他可能再多么的喜欢你 或者是他可能再多么的对你有好感 他也都是会想办法去抑制 然后去让自己不要去谈恋爱 然后说让自己不要特别的去想你 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来看就是说 对方他的下一步究竟是什么 其实对方呢 他的下一步他比较多会希望说 你可以去体谅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说可以去体谅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因为他并不会特别主动的去和你说 或说他其实也不会特别的主动 想说要去抛下 现在他必须要去负的责任 也就是说其实他现在所面对要去负的这些责任的话 其实事实上 他虽然也就是说他可能可以去抛弃 或说可能不要去处理 或说可能不要去面对 但是他会觉得说这就是他的责任 或说就是他的人生这种课题 其实就是他一个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就想说那就是他就要去面对 那所以他再怎么想跟你解释 或说他再怎么想跟你讲 他也会觉得说或许你不会去理会他 或说你可能会觉得说那只是一个借口 所以其实他就会变成 再对你们下一步的话 他比较多是倾向于说就是维持现状 然后就让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保持在一个暧昧的状态就好了 因为其实他会认为说那如果说真的到最后面 两个人都撕破脸的话 那不如就是两个人之间在现在相处 或说两个人之间在现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下的话 就是不要在一起 那两个人之间就是保持着联系 然后就是一直去照顾好这段关系 或是照顾好自己彼此的一个生活 所以其实选到这一组拍手的朋友 你们今中所想的那个他的下一步 其实感觉上也蛮自私的 因为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 看出来你们在对这段关系的话 你们其实也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金钱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青春 因为青春是那种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所以你们在对这个人身上的话 已经付出了无数...呃... 无技术的...无法技术的... 数计...技术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他才会希望说你们可以互相彼此体谅 然后...呃...就是好好的就是待在对方身边 然后也不要走 然后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也并不一定说就是要在一起 就是不如就保持在一个一个暧昧 或者说就是那种心照不宣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们两人之间 真的是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 或者说可能真是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行为的话 如果说你真的和对方说 希望对方可以给你一些承诺 或者说希望对方可以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呃... 东西 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情 或者说对你一个告白 来去承认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对方可能会跟你讲说就是没有 或者说可能对方就会装死 或者说可能对方就是会... 不会去理会你说的话 就是当众没有听到 或者说可能就会有无视你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就表示说 其实对方在对待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他的下一步比较多是... 一种自私的想法 就是维持现状就好 然后就是把你们绑在身边 这样就好了 好!以上的话就选到这一组拍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 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帮羊羊按赞 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如果所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都有演员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掰掰 拜拜